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是微博对阵CPG的第一局下半场地图军工厂 取悦这边搬掉的先知对面是选择了一个超修流 B211拿出超修流其实还是蛮拼的一个选择 这刀阵容打女巫呢 如果说抓到囚徒女巫是有机会保平真胜 然后如果抓到技术呢 求生者是比较好保平的 因为外面相对来说等于说是4台到5台机在动 这刀阵容总体来讲打女巫我觉得还是有点平 本来技术师带三猫男呢 我觉得可能打起来会更加的稳定一点 现在的话上来找到第一个人 哎技能上面是带了放狗 这个我倒是没想到 我觉得在没有先知的情况 技能带一个闪现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边是已经母子分离阿东的技术师 是跑到他应该是在大门出生 然后放了放了那个应该大房附近出生 然后放了娃然后过来修 这里找到了 但是没有 没有那个没有地方可以拿出去 这块板子给吓了 有点尴尬 要补一个信徒 整体上来讲这个节奏 求生者可以接受 这个娃娃已经是拉开了对吧 娃娃这边技术师待会找时间修一下 技术师带凡能修掉一台电机的话 这把对于求生者来讲应该是个平均起步 只要不出太多的意外 而且前期第一波抓技术师 囚徒这里中间作为一个垫垫圈在这边帮忙 还我还垫一手 下板吗 我去打的是不是太拼了一点 先追一刀原生补上 然后狗子一咬带走这边的机械师 但我觉得这波狗子放的稍微有点问题 就是什么呢 他这里可能只能用寄生来追了 因为这个位置拉开的话 可能要超出原生的一个范围 两信徒包过来 应该寄生是更有机会能打一刀 打一刀的话就少一个信徒 不过也行 能够快速击倒就行 因为这把前期节奏已经不是特别好了 外面的电机修得太快了 所以这把对于女巫来说的话 就是偏向于一个宝瓶局 前期这里是倒在了一个 还干扰不到外置为任何电机的地方 而且你补的信徒还是补在介石上 也就是说女巫这把对于电机的一个掌控 约等于零 介石的娃娃但凡能够摸到电机 前锋优命来救两波 只要介石娃娃那台电机能够点亮的话 这把有可能能争取一个 四人在场的开门战 你看这边囚徒一个人点开两台电机 狗子一咬来做拨防守 这拨防守如果打不到任何东西 比如说挨一刀让人把人救下来的话 难了 难了难了难了 前锋的电机也修掉了 前锋这边就介石就在这个地方落 就在这个地方6 不可能再出去转点了 他就在这个地方 我就死就死在这个地方 我能牵制就牵制 牵制不了我就算了 囚徒已经凶了自己第二台电机 而且连上了外面一台电机 那这样的话电机基本上是已经够了 然后看前锋的发挥 主要看前锋第二波 救下人以后的一个牵制 他的一个保队友能力 能不能保得住 能保住我这把有机会 争三 争四人战 开门战 我也不是说三跑吧 因为女巫的开门战 他到时候底白还没牵的 还是有机会的 第二刀还是寄生打 现在信徒是一个关键点 因为在打开门战的时候 如果你的信徒偏少 开门战打不动这几个穷人者 用不用 这边一刀 好还行 打一刀前锋 救下来 这里追一刀 好的 祭司倒地 前锋半血 那还行还行 应该是有机会能把这个 介石给挂飞了 前锋这里来撞的话 两信徒跟着应该是处理不了 还能补个信徒 还能补个信徒 给这边的前锋补一个信徒 三信徒 电击就差一点点了 电击就差一点点了 电击好像能量 前锋应该是死命会撞 前锋一定会撞 一刀前锋倒地 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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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刀前锋想要撞晕 那个信徒以后来 保一个满血救人 结果没有成功 如果那刀不打上 前锋这波不倒的话 我觉得穷人者 应该是一个四人战场开门战 如果是个四人战场开门战的 这里穷人者是很有机会 能够去完成一个三跑的 现在的话 傭兵那边的门 应该只能开掉 而且傭兵也有两个户币满血 囚徒这边被找到 前锋这边有球 想要来管 想要来管 各种控场 各种控场的话 前锋的门已经开了64% 如果这边再接下去追的话 前锋门一旦开掉 前锋一走 傭兵往那边一走 有可能囚徒是可以 跑一个地窖的 因为囚徒手上还有一手电 女巫这边要做的 就是赶紧切个闪现 把人留下来 女巫这边还是有一点点摊了 还是有一点点摊了 其实这几个人的 开门战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他当时 不应该去管这个傭兵 而是应该去管这边的囚徒 囚徒这边的一个地窖的位置 好像没判断好 地窖不在这里 那其实也差不多了 想要跑门的话太远了 最终打成一个平局 我觉得对于女巫来讲 是可以接受的 而对于囚人者来讲的话 还是亏了一点 这刀阵容拿出来 在这个局面下 是还是蛮有机会的 差了一点点吧 就差前锋那一波 就差了一点点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